1945年8月 国民党蒋介石与共产党毛泽东 在重庆握手协商 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头条新闻 大陆电影《建国大业》 就由这一段历史展开序幕 电影《建国大业》 剧情描述中营造出专制独裁的蒋介石 一心只想消灭毛泽东 因此完全不顾两党达成的停止内战协议 擅自的召开武部大会 而且还暗中发动对毛泽东的围剿 毛泽东的行踪可以确定了吗 这次他跑不了 执行轰炸任务 能还是不能就那么简单 中国人打中国人 这种事我不敢 试运国民党海军上将的李连杰 说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细图打造蒋介石一人专政的形象 而另一方面毛泽东则是拥抱群众 与老百姓站在一起 自然没有国民党的坚强军队 不过电影中的毛泽东 带领着最基层的民众 要对抗高高在上的蒋介石 电影中毛泽东率领的军队一步一脚印 团结一致 同时也不断思考 在结束蒋介石专制时代之后 如何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 不 我是红二十八团的老兵 我代表 活人的 死人的 红军老战士 向马委员 敬礼 1945年到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华民国撤退到台湾 同一段历史 两岸各自解读 好 各自解读 那我们来看伟大的毛泽东先生 他建立了新中国之后 做了些什么伟大的事 这样来讲就很清楚了嘛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1949年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OK 然后就到了这个大跃进的运动 这个大家进步到多大的程度 十多人 大跃进是他们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政治运动 这个运动呢 造成后来 就是后来又搞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之后 1960年就发生所谓这个自然灾害 那这个自然灾害就是听说 饿死了很多人 那不管是大跃进也好 人民公社也好 或者说是以后的文革也好 其实就是毛泽东进行的一场 史无前例的共产主义革命 如果这30年 就搞现在搞改革开放的这一块的话 那我认为中国现在更不得了 不会穷的那么久 然后苦的那么久 老百姓也受了很多的罪 其实那就是一场土地革命 所以他大跃进的时间不但长 项目不但多 而且把整个的中国人的生活完全颠覆掉 他后来还有什么大链钢 厨法链钢 这些 你这样的菜刀都得拿去 这门框上的这铁都得拿去的 对生活引起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 这个 其实这么讲 如果没有经过前面的这个 因为都是电农嘛 斗倒地主嘛 那如果没有经过前面那一段 后面那一段可能就来不了 但是只是两岸用的方式不同 对啊 台湾搞了什么三七不检柱这一套 那他们就开始斗地主 这个历史的因素不是那样吗 对 毛泽东成立政权以后 第一件事情是三缓五缓 对 三缓五缓 先把那些所谓地富缓乱佑 也就是国民党时代的那些 官僚政客地主 这个坏分子 全部先斗争 对 右派分子全部斗党 也就是说反对他人 再来发动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是消灭国民党那些想兵想将 他后来 他就在援朝的时候也牺牲了自己的儿子 再来就是 然后拼孔扬情 没有 那后来也后面 再来是大明大晃 大明大晃消灭知识分子 再来搞三面红旗 三面红旗其中有一个就是 生产大药菌 土法炼钢 联名公社 这个败了以后再转移注意力打金门 总共打了38万花的子弹 这个炮弹 因为后来光是金门就 什么双打单不打 那个后来 那很软了 搞了很多年 从金门炮弹之后 那个已经过60年代后期了 对 68年以后了 其实在这个年代 就像刚才老师讲的 那这个这样顺下来是没有错 然后一直到 后来就是终于 我打了嘛 大家就稳定下来了 就是各弄各的嘛 中间当然加进了美国的因素 那不管 那你自己参与的那个军中广播的时候 我参与的年代呢 刚好是退出联合国 我在美国60年进学校 就是71年嘛 刚好我们退出联合国 所以那时候很悲愤 那四年是没有阅兵的 因为悲愤而不阅兵很好笑 然后毕业了之后呢 我就去到了 到了马祖 因为我刚好分发到马祖 抽到金马奖 到那里之后呢 第一次经历炮战 就是单打双不打 我们打他们是单打双不打 他们打我们是双打单不打 大家讲好了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的炮弹可以到达你那里去 但是我不会打你 那彼此打的都是文宣弹 也就是呢 它会在很高空就去爆破了 爆破之后呢 然后哗 那个船弹就下来了 好大家去捡船弹啊什么的 大家是这样子 而且会选择空旷地 军中玫瑰讲的那段时间 其实已经太平盛世 那段时间我有到过金门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学会演讲 那时候其实已经太平盛世 那毛泽东当年搞那些三反五反 开始一直弄过来 就是刚刚吴老师说 大家说他的功过是三七开 那现在大陆有人说 这毛泽东其实是 成也毛泽东 败毛泽东 如果没有那三十年 中国绝对不是今天这样 所以他今天的功过 还没有真正盖棺定论 刚刚讲那个太平盛世 那个时候我们正好去 金门马祖 你知道那个炮轩弹 一开始七点钟打嘛 对不对 晚上七点钟吃完晚饭 他就开始炮轩弹 对对对 那那个阿兵哥到后来 提到什么程度 拿根箱 就是那个一炷箱 把它点燃 插在那个碉堡门口 我们说前面 我说干嘛 他说箱烧完了 炮轩弹就结束 所以快到 然后那天 有一天我们就特别 跑到那个碉堡上去看 那你真的要很快 而且爬上去的 因为没有 车子开不上去 等到真正炮轩弹开始 有一次我们是在晴天厅 还是那个里面看电影 那些将官都在那边看电影 那炮轩弹开始 你就听到 哒一声 哒一声 就是其实是 没什么用的 你知道就是嘉年华 那个时候是嘉年华 那完了以后 大家就去捡那个炮弹壳 去做刀子 金门菜刀 那你们三位有人在 有人在当兵的时候 碰过共军吗 我讲一个 我以前这一个 我看的一些资料里面 还有我当兵的时候的一些故事 其中第一个就是说 我刚刚虽然讲说 阅兵是一个嘉年华会 应该用比较轻松的心情来看 但是其实真的是兵凶战危 那蒋介石有一次阅兵的时候 应该是民国五十年阅兵的时候 大概是民国五十年 因为他每年都阅兵 然后就有这一个空军的寿教部队 从这个介绍堂前面 低空飞过 那飞过的时候大家知道 现在228纪念公园 以前是中广公司的一个波音站 那波音站它就有一个很高的天线 那我们的飞机低空飞过的时候 最后一架飞机 因为它前面被其他的飞机挡住了 视线被挡住了 所以他没看到 那飞过去的时候 它的尾巴就是油箱 勾到那个最上面的顶端 天线的顶端 那油就一直沿路撒 油就沿路撒 那还好它就飞到淡水的附近迫降 那是非常危险的 你想想看 只要一根一支环拉会 全部 那一路全部烧 而且飞机也很危险 那我服务一冠一的时候 民国七十一年 我那个时候杨明山 那某一个非常秘密的单位 我们的隔壁就是CIA的一个情报点 那我们就得到消息 那一天有几架在演训 因为再隔一个礼拜 在过去一个礼拜 就是国庆日 有四架F-51的飞机 因为那天云层很厚 那就飞到中正山 就在沙漠山的附近 有一个叫中正山 中正山的时候 领队的这一个军官 没有看清楚 整个飞机撞上去 所以每一次阅兵看大家都 好军容壮盛 不管是海峡两岸都一样 其实都有人牺牲 都有人牺牲